这个小孩不简单 从小天赋神力 异于常人 单手搬动一车木材 对手一挥将人打飞 小孩父亲感情不凡 在他成年之后 将他送到神秘山洞 在洞里 他发现一块会说话的天书 从天书中得知自己的身世 原来 他是仙界领袖玄真子 修行百年所凝聚的云鹰 和他一同诞生的 还有黑蛇精所练的魔鹰 玄真子为防霍乱 前去降妖 一心一腰打的天翻地覆 最终邪不胜正 黑蛇精肉体崩碎 值得裹挟魔鹰顿逃人间 玄真子深知黑魔精下凡 必定会引起大乱 故而舍弃修为 化元鹰入天书下凡出药 凑巧被山中侨夫捡回家 养大成人 时圣明悟自己使命 就是除掉魔鹰 便在天书指导下 开始学习爵士武功 天书说他心神合一 立贯元神就可以真挚定风 日复一日刻苦修炼的时圣 逐渐修成正果 这一天 禁一加深的时圣 腾空而起 终于神功大成 工程的时圣 在天书的指引下 知晓了一个叫智慧门的组织 智慧门是当朝摄政王秘密建立 专门抓获那些刚出生的婴儿 为的就是从中挑选优秀人才 剔除那些资质平庸的人 而检测的方式 竟然是看脑部大小 脑袋大就聪明 脑袋小就就地解决 得知权部后的时圣 决定铲除智慧门 在将街上作乱的智慧门人打退后 时圣进宫 想要禀告公主 却遇上摄政王暗中派来 黑衣刺客欲杀公主 时圣虽武艺高强 但双拳难敌四手 万般无奈下 时圣变身迎敌 黄金圣衣加身 战力骤胜 无坚不摧的时圣 三下五出二 便将这些精锐刺客尽数料理 另一边 在得知自己计划失败 摄政王孤独一致 决定提前造反 当众承认自己的种种罪行 并扬言要图谋篡位 他一声令下 众多杀手从天而降 把公主等人团团围住 危机时刻 黄金制针版时圣再次出现 利用变化莫测的法术 时圣将杀手耍得团团转 摄政王眼见难以奈何时圣 选择亲自出手 熊熊烈火 自双掌喷涌 想不到摄政王竟然也精通法术 但二者段位差距太大 这种低微法术 对时圣来说 就是恼痒痒 摄政王大吃一惊 深知自己不是对手 想要三十六计走为上 然而还是小看时圣 法术再出的时圣 轻松将摄政王擒住 被困在法术牢笼内的摄政王 就像猴子一般成了众人笑柄 就在大家庆祝胜利时 摄政王双手摆动 使出压箱底的逃跑神迹 从笼子内凭空消失 时圣没有想到摄政王还留有后手 摄政王因此成功逃脱 逃脱后 摄政王运用占卜算到自己命不该绝 根据卦象找到魔鹰 在煞气横行的魔鹰面前 阴谋多端的摄政王也难以摆脱蛊惑 将自己的邪恶之血滴在魔鹰身上 在封印内隐藏18年的魔鹰终于出事了 时圣感受到魔鹰气息后第一时间赶到那里 魔鹰清楚自己现在不是时圣对手 因此带着摄政王顿入地下骗过时圣 时圣搜寻无果返回山洞寻找天书帮助 在天书的讲述下 时圣知道自己和魔鹰的全部气息 包括弱点 不曾想这些也被偷偷跟来躲在暗处的魔鹰听到 原来 元鹰的力量根源是太阳 当遇到天狗时日的时候 时圣的力量就会减弱甚至消失 在天书之内有一颗舍利猪 若是遇到危险可以利用舍利猪来护持自身 待到时圣了解一切离去之后 暗处的魔鹰出现将天书直接摧毁 令他想不到的是 那关键的舍利猪却提前飞出逃出一劫 天狗时日的日子很快到来 摄政王趁此时机举兵杀毁皇宫 大殿内士兵众多 面对摄政王却依然难以招架 时圣见此亲自出手 二人刚斗两回合 魔鹰突然降临大殿 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各何况这是宿敌 时圣同魔鹰从殿内打到殿外 从地上打到天空 奈何受天狗时日影响 时圣拼尽全力 也只能同魔鹰勉强平手 魔鹰见此 不断拖延时间 想要耗尽时圣全部法力 于是二人开始了一场 类似于孙悟空和二郎神的法术比拼 魔鹰变枯树 时圣变巨斧 魔鹰又变火 时圣就变水 魔鹰变螃蟹 时圣就变巨石 将其砸扁 时圣凭借着身后的根基 在斗法之中 占据上风 就在此时 天上乌云密布 太阳被完全遮盖 时圣法力瞬间消失 变成普通人的时圣 被魔鹰单方面碾压 就在时圣绝望之际 太阳透露出 云系射出一丝光线 接着这一丝正道的光 时圣恢复些许法力逃离 时圣回到山洞 寻求天书帮助 不曾想 摄政王早早在此射下埋伏 现在的他也是力不从心 被众多士兵打得口吐鲜血 恰巧那鲜血 地狱藏在草舵内的舍利猪上面 一道金光出现 时圣与舍利猪合二为一 时圣借此 恢复自己失去的法力 同时 魔鹰在经历过一番推演之后 算出日节时间 只要在这段时间内 利用混合毒血 加上公主心脏 一起颇向东方 太阳就会熄灭 世界便会陷入永久黑暗内 被绑在十字架上的公主 不停挣扎 就在魔鹰要挖出公主心脏时 满状态外加怒气满直的石声 从天而降 摄政王在其面前 连一个照面都撑不到 被当场秒杀 魔鹰见状故技重施 换处魔神九子拖延时间 面对有人数优势的魔鹰 石身陷入了苦战 一旁的公主剑慈 不再坐以待毙 冲向一面巨大的镜子 将镜子对准太阳 反射阳光给石声 石声功力瞬间大增 一招秒杀魔神九子 魔鹰困兽犹斗 但结局已定 几番攻势下 魔鹰最终灰飞烟灭 独切音的 刁 мы